本土疫情年四天破百 四号新增133例 看起来少一些 但原因是 分析个案居住县市 阔籍范围仍然广 指挥官陈时中 点名双北桃园和基隆 要维持高度警戒 因为确诊数持续激增 而国内还出现新的中症患者 是一名二十多岁 本国籍男性 三月底因症状就医 斩断肺炎 也裁减阳性 他只打了两剂疫苗 已经超过五个月 本身还患有慢性病史 为确保医疗量能稳定 指挥中心日前开放轻症患者 两人一室接受治疗 但有人担心 这样是否增加交叉感染风险 如果是这个希腊字母 是不同的部分 那它后续发生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确实是提高的 最近的这一波 我们都是属于 指挥中心解释 重复感染不同型别 Omicron并不会加重患者病况 治疗药物也相同 但还是会努力扩增医疗量能 近期积极和地方合作 往一人一室的方向努力 大约新闻林提许英豪 台北报道